大家好,我万万都没有想到,韭菜中倒入一勺面粉,不加一滴水,不喝面,也不用敢吃,真的是太香了。 出锅全家人都爱吃,鲜香美味,营养又健康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做吧。 因为春天的韭菜非常的鲜嫩,加入一勺面粉,包裹住它的切口处,这样韭菜再也不出水了。 接下来我们准备的配菜有,火腿丁,薄菊丁和胡萝卜丁,放在韭菜中增加营养。 蛋网里面打入两个不及下的蛋。 接着来调味,放入适量的盐,胡椒粉,鸡精,一丢丢的麻辣鲜,香油,全部放好,把它炒拌均匀。 不需要加一滴水,有两个鸡蛋的水分就够了。 全程手不要粘便,用筷子一搅就可以了。 最后把它搅拌均匀,先这样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电饼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先用油刷把它涂抹均匀。 用勺子裹一份我们调好的韭菜糊,整理成一个圆饼状。 放好之后,把每个上面都撒入一层黑白芝麻,既增加美观,又添加了营养。 盖上盖子,烙至底面定型。 打开看一下,哇,太香了。 酒香味十足。 现在把它翻过来。 把盖子盖上,另一面也坚持定型。 打开。 再把它翻过来。 非常的漂亮。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饼,非常的鲜软。 盐制两面金黄,就熟了。 盛入盘中,搭上桌一家人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 看着就很有食欲,非常的柔软。 我先来替大家尝一下。 哇,太香了。 鲜嫩未美,里面有鸡蛋胡萝卜,吃了也不烧心,营养更丰富。 做法简单,全程不需要和面,五分钟的时间就能解决全家人的早餐。 就连不吃青菜的孩子们出国都抢着吃,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们挑食了。 好了,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,请点赞收藏,转发评论,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 再见。